你先讲你是不是来借钱 再告诉你 这就是这样子 因为当年呢 是雷军提出来的 要搞一个卓越网 除了今天雷军都没钱 他们两个说现金不够 我说这样我给钱 给了800万 那我们三年后卖了 变成了7900美元 就这笔上的数字 别来借钱 所以您的投资 基本上都是很长线 基本上的回报都是 我主要是看这个公司发展 而且是这个主持人的问题 当时如果是雷军 九国军说不卖卓越就不卖 公司不卖就不卖 不怎么 我完全听他们的 就是到时候 待会广告之后呢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波士堂 我们就要想知道 这个量赛 还有什么更量的心愿要达成 好 广告之后 继续回到我们的波士堂 有没有人跟您说过说 哎呀 张学龙算了 别玩了 别趟那趟混水了 方正现在目前是多元化 现在真正赚钱的 据我所了解 在钢铁在金融证券里面 是吧 我眼睛 那没办法 商道新人道菜 今天也轻松 欢迎回到波士堂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 方正控股有限公司的 董事局主席张学龙先生 您在中关村起起步步 这么多年 有没有人跟您说过说 哎呀 张学龙算了 别玩了 别趟那趟混水了 您看您 这也算中关村老大 也算最早的 我们刚才说 您是硕果仅存的几个 第一代企业家了 可是现在呢 这个柳传志先生呢 就是有时间打高尔夫啊 出席各种论坛 给别人年轻人颁颁奖什么的 然后段永基呢 就干脆更好 他去非洲挖金矿了 他们都在追求人生了 可是您好像还在坑噬坑噬 在中关村忙进忙出的 您不觉得好像您的这个 对方正不离不弃 好 这样一种感情 来源于 来源于 哪里 对 来源于您的个性呢 还来源于对人的承诺 还是来源于您的某种理想 某些方面是有点傻 今天你提醒一下 但是呢 因为在方正有点不一样 毕竟呢 这么多年了 还有我们的海外市场 我跟王老师呢 从来都有一个梦想 就是说我们在中文 特别是在中文报业做得这么好 我们下一步是走那个日本 我们的梦想呢 还不只是这样 我们想到在日本呢 如果能做好呢 我们未来还想做那个西文 那才市场更大 那但是 不一定是我了 那下面 所以某些方面呢 在方正呢 我这个情节没有完 我真的也很相信 这个缘分还没到 就不走了 那为什么这一路走了 研究没有想过自己 或者是想过的 可能就是你一直没有自己去独立 做一个公司去赢 是因为这个 是性格当中 你觉得就是没有这种自信去做呢 还是因为 觉得这个作为一个商人来说 你不想承担这个风险 有这方面因素吗 其实不是 我从来都觉得金山是我的 只不过股份给了球国军 给了雷军 我从来都觉得这个是我的 我从来都觉得这个是我的 我从来都不懂 为什么今天突然就问题 就好像不是我的了 只不过我的股份 给了他们并不等一 我觉得这个是我在 很多事情我们都做在商量 包括方正也是 那我觉得我就像 是我自己的公司 真是这样 海平关于方正 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好我就请教一下 方正现在目前是多元化 对吧 就跟联想举个比例 对对对对 现在真正赚钱的 据我所了解 在钢铁在金融证券里面 是吧 可能赚了更多一些 对对对 那么你如何看待 你现在这个企业 你这个产品 在这个集团里面的 这个定位 第二个呢 就联想 它同样 应该认可 你刚才讲了 我们的报约 是在都市领先 我们虽然那个PC 没有像这个联想 买IBN 这么大的增长 但是我们一直联系了 八年排老二 我觉得成绩也还可以 是 第二个在讲呢 我们做这个综合的 我们收购了几家证券公司 包括浙江证券 包括像湖南 浙江证券 对 我们没想到 今年掉了一个 这么大的县比 对 我们顺利有几十个亿 对 但是并不等于 我们不发展这个高科技 所以现在呢 我们差距了 四四有点距离 那这怎么呢 慢慢来 你急不了 急不了 这个没办法 我都替你着急 我也急 那没办法 好 谢谢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 中观春的亮仔 我们的观察员 还有什么样的终极发问 我觉得他人生最大的成功 其实是在于 就是说他这种心态 我倒是觉得 就是说 其实财富这个东西 也很难说衡量 一个人是不是快乐 或者幸福 不是以财富来衡量 但是我觉得 江先生这种心态 是他最成功的 就是他始终很阳光 谢谢 这美女帝的评价很重要 他们两个我都无所谓 我有一些问题 您在中观春已经20年 您今年已经50出头了 你会在中观春再待多少年 如果有十年的话 你希望十年以后 你是什么样子 我第一 这个 不想再待十年了 到了60岁的 可以做一点善事 完成我的大学 您想过从什么专业呢 我看啊 我想来当主持人 正好 我马上卸认 如果有人写一本 中观春的书 这本书不是您写的 您觉得 您最希望 在这本中观春的历史上 张玄龙 这一章 是一个什么样的章节 就说我是一个 就是 运气比较好的 诚信的 和靓仔的人 好运 诚信的靓仔 他还有什么样子 更完美的人生追求 最崇拜的这个人 您要给我们公布一下 为什么王选是您心目当中 您认为最完美的人 因为我觉得他呢 其实 你想看 这么低 他这个人呢 是极聪明 完了呢 是他们夫妻恩爱 而且 两个人都是犯过癌症 完了 他是最早 那个 讲提出自主创新 完了 他把他的一生的事业呢 都放着就是说 在这个技术上 而且国际化 那所以我觉得 他是最值得我崇拜 好 今天我们很有幸认识了 张先生中关村 不老的亮仔 在我们的节目 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没有一个小礼物 要送给您 谢谢 这个礼物是 大亮仔 也是我们的吃喝玩乐院 是张玄龙 谢谢 这是您的家庭生活 这是您每天的幸福生活 可是在您的心底呢 我们看到远处 就是有一座金山 在您的手上 是方正 他们永远 也是您家庭的一部分 也是您人生的一部分 谢谢 希望您 谢谢 谢谢 对人生非常的完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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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先生 也跟我 我创业的第一天 我就提出来了 我们要做 就是啊 创世界品牌 真行业第一 当时我们提这个 我们的经营目标 一个影响的时候 很多人就笑 觉得我们是吃梦梦 但是我们说 我们就这几年呢 这八九年呢 就一直按照这个 我们的经营目标 这样的走 所以走到今天 我们可以说 走到行业的 不说第一吗 至少是领先了 我们的经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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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该项目标 就是我们的经营目标 我们的经营目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